你买Action4了吗 这是我在发布的时候 刚买的Action4 那我们给Action4开发了一些专用的配件 那我给大家讲一讲 哪些专用的配件 这是Action4自带的一个兔龙 那这个兔龙呢 有一个坏处是什么 就是你要换电池的时候 你每次要把Action4要取出来 哎呀不好取 取出来之后 哎 好 这样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你才能够换电池 那我们给它开发了一个金属的兔龙 那这个兔龙呢 首先是我们的装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非常的方便 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策划进去的 好 这样一按就紧了 如果你要换电池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很便捷的方向 这里有我们把那个电池仓 做了一个快速的口打开 然后呢 你打开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这样换电池了 那不仅如此呢 这个金属布隆呢 还是可以有散热 还有呢 就是这个金属布隆集结了很多种接口 比如说是你原来就有GoPro配件 那我这里有一个 打开的话就是一个GoPro接口 同时呢 这里有一个四分之一接口 这边也有个四分之一接口 还是支持原厂的 Action的一个快装卡口 然后竖排也是支持的 如果你是四分之一的 像我们还给它 运动相机出了一个磁吸的一个底座 四分之一的也可以直接拧上去 这样拧上去就可以了 竖排横排都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还有灯和麦克风 那你这个杜柔还可以拓展灯和麦克风 在这里有一个接口 把这个拔下来之后 可以直接支持大疆的麦克风 无线麦克风是可以不干涉的 这是我们给Action出的金属杜柔 那这个是给Action出的专用的一个三脚架 它是一个手指手笔 又是一个三脚架 可以放在桌面上 那装上相机呢 就很方便 就直接这样转上去 就可以用了 竖排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直接快速切换 就是这一款Action的4的专用的三脚架 那我们也给它出了一个专用的云台 如果你把它装到其他三脚架 或者是四分之一的接口上 那你这个专用云台也都非常方便 直接快速卡上去就卡紧了 这是一个专用的云台 还带一个冷靴接口 我们还给它出了一个车载的一个支架 就是如果你把相机固定在车载的一个拍摄的一个地方 固定机位 这里有3M胶 那3M胶的话 用这个直接可以接上去 接上去的话 贴上去 它带了一个球头 你可以另一角度的调节 这是一个车载的配件 那这个是我们给它出的一些专用配件 其实我们还给它出了一个 如果你用原厂的这个吐龙 我们还给它出了一个拓展冷靴口 就是你可以用原厂的吐龙 也可以接灯或者麦克风了 这就是我们给Action 4出的一些配件的 大家有喜欢的吗 谢谢大家 它是有什么车载的配件 我给它出了一个车载的配件 这就是我们给它出了一个车载的配件